把外套拉下深呼吸接種新冠疫苗 镜头拉远一点从二楼俯瞰下去 满满的人外围更是一圈又一圈 本土病例不断攀升 似乎也催出疫苗打气 民众赶紧跑来台北车站大厅 7.9号下午北车开放接种高端莫德纳 预约平台上共有73人预约 现场中午12点半发放800张号码牌 火速被领光 有民众前一天18号也想随到随打 但排队顺序却是有些混乱 明明告示牌就写疫苗没了 有的人准备打到回府 却发现还有人陆续排队 疑问之下才发现是残忌 排了不见得有的 没有 到他们 因为快四点了 我们四点就截止了 所以他四点前排的 我们就会把他消耗 因为后来他们就说 可以排残疾 所以他没有来 反而后来的人有打到疫苗 现场人员透露 确实先前有残疾 但19号开始 因为疫苗数量减少 已经没有开放 只是民众也反映 现场动线 恐怕也得加派指引人员 避免花时间排队 最后却一场空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